我們看立體一 他說呢 有一個人啊 他想要在圖書館借閱怎麼樣 專業科目的參考書籍 來 我們看一下喔 工程力學有五種 我們把它寫下來嘛 然後呢 圖學呢 有四本 工程材料呢 有兩本 他說這個人怎麼樣 喔 很認真 他幹什麼 每個科目都要各選一本 請問你共有多少種選法 那其實我們在課程裡面 有提過喔 你今天要完成你的目的地 是每一個科目 都要選一本 所以呢 在工程力學裡面 我有五種選擇 在圖學裡面 我有四種選擇 在材料裡面呢 工程材料裡面有兩種選擇 每一個科目裡面 我都要選一本 才完成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每一個科各選一本 所以我要把這三個數字給相乘 這樣就可以達成我的目的地 配對之後呢 五乘四乘二 所以呢 是四十種選法 這是乘法原理